修复心灵的漏洞,安装爱的补丁。 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前一秒,医生告诉我孩子发育得很好, 下一秒,我就收到了丈夫秘书发来的照片, 照片上他和秘书活色生香, 抵死缠绵,我内心毫无波动, 然后将照片发给了律师,让他继续做准备。 这发生的一切,一半是我设计的, 另一半当然是因为这个狗男人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这场计划,我足足忍耐了三年, 三年了,是时候该去赴刘子了。 而这一切的源头,是因为三年前的一个女孩, 我叫苏妍,是苏氏集团的千金, 在我毕业的那天,我和现在的丈夫,张泽阳完婚, 和所有童话里的公主一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张泽阳并不是王子, 他只是一个贫困山区里出来的高材生, 张泽阳是学校里的才子, 为人温和,待人得体, 可以说和他接触过的人就没有说过他不好的。 他对我的爱来得轰轰烈烈, 全校的人都知道, 张泽阳爱苏妍爱到了骨子里, 也不是没有黑子说过张泽阳想攀高枝, 张泽阳听到之后只是淡淡一笑, 他说,苏妍, 我会用实力证明我能配得上你。 他没日没夜地工作, 虽然挣的钱还不够我买一个包, 可是看着他花了几个月的工资, 就为了给我买一件生日礼物, 我还是陷入了这场爱情的陷阱里, 为了能让张泽阳快速地成长起来。 我又哭又闹地让爸爸给他安排了公司里的职位, 虽然不高, 但是张泽阳做得很是用心, 渐渐地, 我爸妈也从看不起他到逐渐觉得这个小伙子是个潜力骨。 张泽阳的妈妈我只见过一次, 憨厚的农村妇女, 第一次见面就带了一只活鸡和一些丑丑的李子, 那只鸡在我和张泽阳的小房子里掉了一地的鸡毛, 我难得地皱起了眉头, 却没有多说, 那天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张泽阳的妈妈, 张泽阳说她已经长大了, 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自己的小家庭里, 她妈妈也习惯了农村, 来城里反而不适应, 她说她托了邻居照顾妈妈, 有时会打电话的, 那时的我以为遇见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她就像小说里的男主一样, 完美到无可挑剔, 婚后, 我过上了全职太太的生活, 我爸看我实在不愿意去公司上班, 就手把手地带着张泽阳打理产业, 张泽阳也确实用心, 很快, 我爸就放心地退休养老了, 到这里为止, 我都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 直到我遇见了一个女孩, 她是我在逛商场的时候突然扑过来的, 我吓了一跳, 连忙想推胎, 可是看着那张和我有气氛相像的眉眼, 不知怎么的, 我硬是停下了手, 任由那女孩抱着我, 又哭又笑, 她说她叫苏苑, 是我的女儿, 我第一反应就是她疯了, 我才二十六, 她看上去快二了, 我怎么可能是她妈? 苏苑擦了擦眼泪, 死死地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开, 在你十岁的时候, 你偷偷玩火, 不小心烧了头发, 在脖梗发际线那有块泪滴大小的伤疤, 我下意识地捂住了后脖梗, 她说的没错, 那里确实有块伤疤, 不大, 几乎看不见, 这个事情太过丢人, 除了我自己, 没人知道, 包括张泽阳,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把它安置在了我和张泽阳以前的小公寓里, 结婚后, 张泽阳让我把这房子卖了, 可是这里面有太多我们美好的记忆, 我没舍得, 偷偷留了下来, 苏苑说, 她是从未来来的, 目的只有一个, 说到这个时候, 她看了一眼我手上的婚戒, 然后大惊失色地问我和谁结婚了, 这也把我吓了一跳, 难道她不是我和张泽阳的孩子? 听到我和张泽阳结婚, 她嚎啕大哭, 非要让我离婚, 随着我一点一点地安抚, 她才说出了后来发生的事, 她说, 张泽阳是凤凰男, 而且是心机最深的凤凰男, 和我结婚, 不过是张泽阳计划里最开始的一步, 凭借着她故意伪装出来的人设, 张泽阳顺利接手了苏氏集团, 她早就打听好了我的兴趣爱好, 平日里的活动场所, 所有的一切, 不过是为了和我有个完美的邂逅, 让我彻彻底底地爱上她, 相信她, 她知道, 像她这样的出身, 我的父母一定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 所以, 她又装成一副吃苦耐劳, 奈何没有机会一飞冲天的模样, 顺利进去苏氏以后, 她更加地刻苦, 为的就是让我爸能放心地把苏氏交给她, 听到这里, 我有些发猛, 脑子里却不断地闪现出了过去的场景, 每当我开始抱怨家里想让我去公司的时候, 她总是会说, 那就别去, 我一定会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现在想来, 张泽阳从来没有主动提过要进苏氏, 但是她会经常在我面前表现出一副劳累过度的模样, 然后在我心疼的时候拍拍我的手, 笑着说, 我老婆可是苏氏的大小姐, 跟着我怎么能受苦呢? 次数多了, 我就起了让她进自家公司的念头, 我心里很乱, 没办法再听苏苑说下去, 将她安置在小公寓里, 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张泽阳在干什么, 我离开的时候, 苏苑拉住我的手, 你如果信我, 你现在回家去书房, 在保险柜最下面, 有一张没名字的存折, 上面的每一笔钱的去向都是一个地方, 那是她在外面养的孩子和女人, 我坐上车就想往公司的方向开, 可到了半路, 我调转了车头, 直直回了别墅, 张泽阳很是信任我, 家里所有的密码都是我们结婚那天的日子, 我颤抖着手打开保险柜, 在最下面的一个文件夹层里, 果然发现了苏苑说的存折, 上面的收款只有一个名字, 张兰, 我心里信了大半, 幸福的生活此刻像是被戳破了虚假的泡沫, 露出了里面腐败不堪的泥, 我让自己哭了一个小时, 然后找了个私家侦探, 把名字发了过去, 我不知道该给谁说, 谁会信这种荒诞的事情呢? 在所有人的眼里, 张泽阳是一个爱我爱到发狂的人, 我默默地坐在客厅里, 直到一个微凉的吻落在额头, 才突然惊醒过来, 老婆, 你在看什么? 怎么这么入神? 我抬头, 张泽阳的俊脸在我眼底放大, 这些年, 张泽阳保养得很好, 除了添了些岁月的稳重, 他和读书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他看了我许久, 微凉的指腹划过我的眼角, 怎么哭过了? 我看着面前这个人, 从未有过的陌生感袭上心头, 我镇定地摇摇头, 瘪了嘴, 吃完饭再给你说, 好, 他对着我宠溺一笑, 我上去放下文件就下来, 我看见谁敢欺负我老婆, 张泽阳上楼没几分钟就下来了, 老婆, 你开过保险柜, 她眼底有些慌乱, 但隐藏得很好, 此刻, 苏月说的我已经彻底相信了, 我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 嘴里却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我的蓝宝石项链不见了, 今天想和赵云炫耀的, 结果找不到了, 她还嘲笑我是骗子, 我和赵云素来不和, 更是喜欢攀比, 所以我的话张泽阳一下就信了, 她哭笑不得地下来抱我, 你让张妈找过没有, 是不是放在哪忘记了, 你呀, 这么大个人了, 还为这点事哭鼻子, 她动作很轻易, 还悄悄地松了口气, 让我的心瞬间凉了个彻底, 我撅起嘴, 可是我就是记得放在首饰盒里的, 好好好, 张泽阳还是如以前一样地哄我, 下次拍卖会我再给你买个更漂亮的, 气死她, 我这才装作被她哄好的模样, 这一夜, 我看着张泽阳的脸, 整夜没睡, 第二天, 我来小公寓, 让苏苑说了后面发生的事, 苏苑说, 张泽阳开始变脸, 是从她出生的那天开始的, 小生命的加入, 让我和父母的注意力都不在张泽阳身上, 趁着这个时间, 张泽阳迅速笼络了公司的股东, 回收股份, 短短时间, 苏氏就不再姓苏, 被张泽阳牢牢地握在了手里, 等我爸发现的时候, 一切已经无力回天, 目的达到, 张泽阳终于露出了狼子野心, 我爸被张泽阳气得心脏病发作, 借此机会, 张泽阳威胁我, 如果我愿意接受五百万, 还能救我爸, 不然他就冻结所有资产, 让我爸死在医院, 我几乎哭瞎了眼, 可是医院不停催促的电话, 还是让我签了这份离婚协议, 花光了这五百万, 我爸还是走了, 我妈遭受不住这一连串的打击, 也跟着去了, 苏苑说, 那时, 我抱着他, 在别墅门口跪了整整一天, 只求张泽阳能再给点钱, 让父母最后能有个归处, 可是我看见的, 却是张泽阳搂着他的女秘书款款而来, 看见我, 也只是目不斜视地跃了过去, 最后还是赵云实在看不过去, 偷偷给了我二十万, 让我买了一处墓地, 合葬了父母, 接着, 我便抱着他住在了这处张泽阳不知道的小公寓里, 勉强度日, 从小娇生惯养的我, 没有工作经验, 即使学历再好看, 也没有公司愿意接纳, 后来还是赵云, 帮我找了份工作, 才勉强生活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张泽阳的妈妈一直没有出现, 是因为张泽阳把自己的青梅竹马娶了回去, 农村里不知道要领结婚证, 张泽阳借着出差的由头回去办了几天酒席, 就算结婚了, 甚至, 那个小青梅的儿子, 比苏苑还要大几岁, 而那个小青梅的名字, 就叫张岚, 苏苑将头靠在我的膝盖上, 将我这悲惨而短暂的一生娓娓道来, 最后, 我是在去找张泽阳理论的时候, 出车祸死的, 因为张泽阳的儿子, 欺负了苏苑, 我摸着苏苑的手一顿, 不敢置信地望着他, 那你是怎么来到这的? 苏苑沉默了许久, 然后抬头, 笑得凄惨, 我也死了, 我一把火烧死了他们, 也烧死自己, 再一睁眼, 就到这了, 我紧紧地抱着苏苑,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她回报我, 一下一下地俯着我的背, 妈妈, 即使没有我也好, 你离婚吧, 趁着她还什么都没有做, 你一定, 一定一定要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拼命地点头, 接着苏苑在我的怀里, 一点点变得透明, 直至消失不见, 下一秒, 四家侦探的照片发来, 一个看上去如同小白花一样的女人, 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孩子, 在张泽阳的脸上落下一吻, 满目温柔, 我握紧了拳, 这一刻, 我死死地按下了和张泽阳摊牌的打算, 我要让苏苑如约来到这个世上, 我要让张泽阳滚回到她的山沟沟里, 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 我没有回自己家里, 而且去了父母的家, 虽然已经出嫁了, 但是父母依旧给我留了从前的房间, 我回到房间, 将苏苑告诉我的几个关键时间点列了出来, 最后, 我圈起了苏苑出生的日期, 我要在三年后的四月怀孕, 并且要在一月五日顺利生下她, 在苏苑的出生上, 我愿意付出一切, 包括和张泽阳周旋, 只要想到这个可爱的小姑娘遭遇的一切, 我的心口就泛起密密麻麻的疼痛, 这一次, 她会成为苏家的小公主, 幸福快乐地过完一生, 爸妈看我一回来, 就把自己关进房间有些诧异, 言言, 你是不是和泽阳吵架了? 你都结婚了, 可不能再耍小性子了, 这些年, 张泽阳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 让父母也很是满意, 甚至开始偏向他, 觉得我使性子了, 我不想多做解释, 直接拉住我爸的手坐了下来, 爸, 你是不是准备把公司交给张泽阳? 我爸愣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 泽阳是个好孩子, 你结婚了, 我也放心了, 他笑着刮了刮我的鼻尖, 爸爸坐不动了, 你又不想上班, 那不给泽阳, 还能给谁呀? 我笑不出来, 爸, 你先别退休, 公司的事情你教我, 避开张泽阳, 我妈还没反应过来, 笑着拍了我一下, 你能干几天呢? 尽找事做, 我爸却收起了笑脸, 张泽阳对你不好了, 看着爸妈的脸, 我眼泪刷得就落了下来, 我爸一见, 我掉眼泪, 立马就慌了, 闺女别哭, 告诉爸发生了什么, 要是张泽阳那小子 敢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打断他的腿, 我妈拍了一下我爸, 然后轻轻地抱住我, 有什么委屈说出来, 爸妈给你做主, 我没有隐瞒, 将私家侦探发过来的照片 给二老看了, 我爸气得直接捂住了胸口, 吓得我和我妈一阵 手忙脚乱地找药, 等我爸吃了药缓过来, 一脸铁青, 到底还是看走眼了, 我妈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打算怎么办? 我摇摇头, 现在还不打算离婚, 我爸一听, 气得又坐直了身体, 你糊涂啊, 他都这样了你 还不打算离婚, 难道你还对他抱什么希望? 我摇摇头, 不是的, 他既然敢踩着咱们往上爬, 总要让他摔得痛一些, 也许是我的表情太过狠利, 我爸沉默了, 许久, 他拍拍我的手, 你长大了, 有自己的主意了, 爸妈支持你, 但是你答应我们, 千万不能委屈了自己, 我感动地抱住他们, 不会的, 因为这是我的孩子用命换来的一次机会, 唯一一次报复的机会, 按照我的计划, 我爸对张泽阳透露了一些想退休的想法, 然后顺利地提出想让他去下面的新公司历练历练, 张泽阳立马高兴地答应了, 我也趁这个机会提出, 想在这边多陪陪爸妈, 张泽阳不已有他, 只是跟我撒娇, 要好一段时间不见老婆了, 我现在听见他叫我老婆都想吐, 但这个时候, 我不能表现出一点异常, 张泽阳离开后, 我把那几个同他合伙的董事名单给了我爸, 然后开始暗地里接触自家生意, 这个过程很难, 我甚至恨不得自己多长几个脑子出来, 但这时候, 只要想到苏苑在我面前消失的模样, 再苦再累我都咬牙, 坚持了下来, 同时张岚那边, 我派了人长期蹲守, 张泽阳不愧是时间管理大师, 即使一个人处理一间新公司, 还是时不时去张岚那体会天伦之乐, 看着私家侦探发过来的照片, 我已经从最开始的心痛到现在的波澜不惊了, 看样子张泽阳现在还不够忙, 我找到了他身边的秘书, 重力之下, 他欣然接受了和我的合作, 这秘书在以后能为了钱成为张泽阳的情人, 如今自然也可以为了钱成为我的线人, 在我刻意地安排下, 秘书在张泽阳最难的时候, 主动调到他的身边, 并且找了个时间互诉中长, 张泽阳为了不让我起疑, 时不时地还要抽出时间回来应付我, 在三个女人中周旋, 也亏得他没有累死, 但是这样, 他就更没有时间花在公司上了, 在我刻意地安排下, 张泽阳的新公司没有任何起色, 张泽阳急了, 再次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 老婆, 结婚纪念日快乐, 张泽阳把手里的玫瑰花递给我, 在我脸颊上落下了一吻, 我趁着他转身的功夫, 狠狠地擦了几下他碰到的地方, 今天, 张泽阳特地早早地回来, 亲手做了一桌的饭菜, 他知道, 我最喜欢的, 就是看他围着我打转的时候, 饭桌上, 张泽阳不动声色地开始打探消息, 老婆, 爸最近身体还可以吧, 我看了他一眼, 故作不经意地回到, 还可以, 怎么了, 见我搭话, 张泽阳立马表现出一副难过的模样, 之前爸说想退休, 但是觉得我做得不好, 让我去新公司练手, 现在公司一直没有起色, 我怕爸对我失望, 这样换成往日, 我早就打电话问我爸了, 可是现在, 我不仅不接受他的POO, 甚至还能反过来CPU他, 我给他加了块肉, 这很好啊, 等新公司起来了, 你再回到总部, 不就更有威望了, 这样爸才能放心吗? 张泽阳动作一顿, 你说得对, 我这不是怕爸失望吗? 我暗自发笑, 放心吧, 爸说了, 只要你能独当一面, 他立马退休, 带我妈环游世界去, 最后, 加上一个完美的疑问句, 你能做到的, 对吧, 经过了我的CPU, 张泽阳果然不再多说, 然后开始一宿一宿地待在办公室, 可是我又会怎么轻易让他回来呢? 拖住了张泽阳, 我决定去会一会他的小青梅, 张兰, 张泽阳给张兰买的是一处高档小区, 虽然不是别墅, 但也价值不菲, 我十分巧合地就遇见了带孩子散步的张兰, 张兰看见, 我就慌得掉头就走, 我眯起了眼睛, 原以为他也和我一样被张泽阳欺骗, 现在看来,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只有我一个人, 看着他怀里的孩子, 我想起了苏苑低着头, 隐忍哭泣的模样, 张泽阳的儿子, 害了我的女儿, 苏苑当时没有细说, 但是我又如何不能从她的直言片语里猜出来龙去脉, 苏苑是个乖孩子, 也争气, 高考拿了个省状元, 她想让我过上好日子, 可是张泽阳那个混蛋, 直到后直接找了过来, 用金钱和权势逼迫她认阻归宗, 苏苑不愿意, 张泽阳就处处打压我, 张泽阳的儿子被他妈宠坏了, 又蠢又坏, 别说高考了, 初中读完就一直在鬼混, 不然她也不会把主意打到苏苑的身上, 张泽阳的打算被她儿子听见了, 直接带了一群小混混围住了苏苑, 苏苑说的时候轻描淡写地带过了, 可是我的心却痛得滴血, 我的女儿, 本该在最好的年纪自由地翱翔, 就因为我识人不清, 才落得这个下场, 想到这, 我对张泽阳的恨又多了几分, 我死死地握紧拳, 直到指甲掐破了掌心我才让自己没有追上去, 还不急, 今天遇见张兰肯定打草惊蛇了, 务必要稳住张泽阳, 也许张兰给张泽阳说遇见我了, 晚上, 张泽阳早早地就回了家, 老婆, 你去哪了? 她壮四不经意地问我, 我举了举手里的包装袋, 脸上露出疲惫, 买衣服去了, 累死我了, 张泽阳立马就过来扶我去沙发, 还蹲下身子帮我按摩小腿, 今天有朋友在富丽小区看见你了, 还问我来着, 果然, 张泽阳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询问我了, 我没有隐瞒, 是啊, 有个小姐妹说那个小区的环境不错, 想买, 我陪她去逛逛, 张泽阳不动声色地继续追问, 哪个朋友啊? 你的朋友不都是住别墅的吗? 怎么看上小区了? 就是我那个同学, 上次吃饭你还见过的那个, 他们家最近有些周转不开, 打算把别墅卖了, 我叹了口气, 哎, 做生意就是这样的, 我赌的就是张泽阳记不住所有人, 果然, 张泽阳没有继续追问, 但我今天的举动还是让她警惕了起来, 老婆, 我想了想, 还是回公司里面上班吧, 我最近陪你的时间都少了, 想你想得不得了, 我心里一惊, 脸上却露出高兴的模样, 那真是太好了, 我让爸给你放个长假, 咱们去三亚玩几天, 听我这么一说, 张泽阳果然开始犹豫了, 说得模棱两可, 那我先问问爸, 你别着急, 我爸当然不会这么容易让他回去, 只要微微表现出对张泽阳的失望, 然后让张泽阳知道他开始了解公司代理人, 张泽阳怎么可能让到嘴的肉就这样飞了, 只好又回到那个小公司, 不愧是能隐忍十几年的人, 如果不是女儿的穿越, 我的下场就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了, 这样善于伪装又懂得隐忍的人, 我怎么可能是对手, 我爸开始找人在暗地里清理公司财产, 我找了律师开始查夫妻财产, 务必对张泽阳一击必杀, 这一布局就是三年, 终于我如愿怀孕了, 三年里我已经能熟练地接洽公司的业务, 也更加得心应手将张泽阳耍得团团转, 而在我计算之下, 我也终于顺利地怀孕了, 看着手里的产检报告, 我摸了摸肚子, 眼眶微热, 这里面会是我的小夙愿吗? 秘书按照约定依旧给我发来了和张泽阳的照片, 我顺手就转发给了律师, 这么多年, 证据也足够了, 是时候该收网了, 我约了赵云, 我们针锋相对了几十年, 但是在我落魄的时候, 他依然帮了我, 就这份情意, 足以让我放下和他的恩怨, 赵云看见, 我就惯例开始嘲讽, 哟, 居然还有时间约我出来, 怎么, 又买什么新东西了, 要说我和赵云的恩怨,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我们俩都骄傲, 偏偏他的家事比我家的差了一点, 于是和我处处攀比, 时间久了, 我们俩见面, 也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我静静搅拌着手里的咖啡, 对他的嘲讽充耳不闻, 你家是做度假村的吧, 能不能帮我个忙, 赵云愣了一下, 然后撇过了头, 苏妍你疯了, 找人帮忙, 找到我头上来了, 你求我呀, 你求我, 说不定我能考虑考虑, 我淡定地推过去一个地址, 求求你, 帮帮我, 赵云瞪大了眼睛, 仿佛看见了 外星人一样, 半天才开口, 苏妍, 你家破产了, 我十分真诚地握住她的手, 赵云,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解释, 但是你真的是我信任的人, 赵云猛地抽回手, 然后别扭地喝了口咖啡, 多大点事, 值得你这么恶心我, 他拿起那张写着地址的纸, 皱起眉头, 这地方我之前勘察过, 原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 也有地下温泉资源, 很适合开发城度假村, 我点点头, 我知道, 我只需要你放点消息出去, 说这个地方不适合修城度假村, 赵云狐疑地看着我, 苏妍, 我帮你有什么好处, 东边的那块地, 我给你, 赵云撇撇嘴, 你当真是疯了, 然后潇洒离开, 我知道, 他这是答应了, 在赵云离开的时候, 我突然叫住了他, 我怀孕了, 你想当孩子的干妈吗? 赵云脚步停了一瞬, 然后还是离开了, 张泽阳知道我和赵云一向不和, 赵云放出去的消息, 他一定不会怀疑, 让赵云发布假消息, 就是为了让张泽阳毫不心疼地断了自己最后的退路, 我要让他连小山村都回不去, 在半年前, 我停下了对张泽阳的针对, 他的小公司快速地发展起来, 我要的, 就是他想扬眉吐气的急迫, 接下来, 就是让张泽阳被设计亏空, 然后我带着爸妈去往国外, 离开前, 我爸下了死命令, 动用公司资金一定要他点头才行, 我们在国外玩得开心, 张泽阳拼命地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都默契地没有接听, 张泽阳迫于无奈, 借了高利贷, 卖了祖宅, 一家人都挤在了富丽小区, 我晒着太阳吃着水果, 听着国内发过来的消息, 高利贷哪是这么好借的, 在我刻意地嘱咐下, 这利息以惊人的速度开始翻滚, 张泽阳借的钱, 根本填不了公司的窟窿, 加上张岚和他妈的开销, 很快就捉襟见肘, 终于, 张泽阳把主意打到了公司的内部财产上, 我拍了拍手, 是时候该回去了, 为了安全, 我直接回的是爸妈家, 然后让律师提出了离婚诉讼, 同时, 我爸报警, 告张泽阳私吞公司财产, 一夜之间, 张泽阳一无所有, 还背上了巨额债务, 律师函是早上送过去的, 下午张泽阳就跪在了我家门前, 言言, 我只是一时糊涂, 我心里最爱的那个人是你, 你和我见一面吧, 言言, 只有你能救我了, 难道你真的不顾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了吗? 言言,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靠在窗边, 就这样看着张泽阳在院子里, 喊到声音沙哑, 最后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可惜了, 这个时候, 要是再下一场暴雨就好了, 张泽阳似乎不相信, 我会这么狠心, 就这样直挺挺地跪在院子里, 一直到天黑, 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哭着过来, 和她跪在一起, 姐姐, 都是我的错, 是我非要和泽阳在一起的, 你怪我吧, 她哭得梨花带雨, 一遍又一遍地磕头, 旁边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 我皱起眉头, 打开了门, 张泽阳, 我已经报警了, 失去点就自己滚, 张泽阳连滚带爬地过来, 想抱住我, 可是一个小小的身影更快, 不准欺负我爸爸妈妈, 三岁的小男孩, 像个小火箭一样冲过来, 我连忙让开, 她一头撞在门框上, 瞬间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张兰尖叫一声, 冲过来就把孩子抱在怀里, 她不过是个孩子, 你非要下这么狠的手吗? 你还是不是人, 张泽阳也连忙过来查看孩子, 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毒, 此刻, 要不是她说不出话来, 她是已经开始对我道德绑架了吧? 笑话, 难道我还要站在这让她撞倒不成? 我冷笑一声, 直接叫了家里的保安, 张兰还想纠缠, 你伤了我儿子, 我一定要告你, 我站在保安身后, 指了纸摄像头, 张兰和张泽阳还想纠缠, 却被赶来的警察带走了, 我身心愉悦地回到沙发上, 爸妈着急地赶回来, 把我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才责备地看着我, 你现在已经是个孕妇了, 也不知道小心一点, 理他们做什么, 我爸也摇头, 都当妈妈了, 还这么莽撞, 我连忙安抚他们一番, 爸, 张泽阳亏空公款的是怎么样了? 我爸拍拍我的头, 放心吧, 证据确凿, 他跑不了, 每两天, 张泽阳打了个电话过来, 希望我爸能出一份谅解书, 争取帮他减刑, 他愿意净身出户, 我笑了, 张泽阳, 凭我手上出轨的证据, 你以为你能分到什么? 张泽阳沉默了很久, 苏妍,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没有说话, 他长叹了一口气, 怪我小看你了, 还以为像你这种不安适适的大小姐, 只要用虚无缥缈的爱情, 就能让你服服帖帖的呢, 你不是想离婚吗? 如果没有这份谅解书, 我就和你耗着, 等我从监狱出来了, 我天天来找你, 我握紧了拳头, 他现在终于露出无赖的真面目了, 我爸接过了电话同意了, 早点摆脱他, 也是件好事, 可惜他拿得实在太多了, 掏空了所有的积蓄, 才免了坐牢, 我喜闻乐见, 坐牢也太便宜他了, 人间疾苦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听说那个孩子被抱回家后, 张泽阳的妈非要用土办法, 结果延迟了治疗时间, 直接成了傻子, 张岚一看, 丢下孩子就跑了, 富丽家园的房子早就被张泽阳抵押出去了, 老家的房子也卖了, 他身无分文, 只好去工地住宫棚, 一路顺风顺水的张泽阳, 哪里做得了这种活计, 白天要干活, 晚上要照顾孩子, 大概是太过疲劳, 一个不留神, 被钢筋刺穿了腿, 落下了残疾, 最后, 他们只能靠着张泽阳的妈去捡垃圾, 张泽阳带着傻儿子去街上要饭, 才能勉强度日, 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再关注他们了, 1月5日, 我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 我贴贴她的小脸, 感受着她柔软的皮肤, 掉下泪来, 我还是给她取名叫苏怨, 不过这一次不是希望从头再来, 而是愿她这一生平安顺遂, 快快乐乐, 请听下一个故事, 我跟老公结婚二十年, 女儿生日, 她却在别墅里跟情人滚床单, 还害我染上HBV, 这种脏男人, 必须得净身出户, 叶直秋, 你疯了吗? 我没疯, 我是成年人,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传出去多难听啊, 以后还怎么嫁人, 嫁不了就不嫁咯, 你倒是嫁人了, 怎么, 难道过得比我幸福? 叶直秋的话, 彻底堵住了夏清清的嘴, 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能对别人的生活, 做到旁观者清, 轮到自己, 却只剩下当局者迷, 夏清清的老公, 有严重的家暴倾向, 她能前一晚, 揪着妻子的头发, 往墙上踢命状, 让她遍体鳞伤, 也能在第二天早晨, 温柔地煎好荷包蛋, 送上早安稳, 甚至虔诚地跪在床前道歉, 夏清清不再说话, 是啊, 叶直秋的小三行径纵然卑劣, 但自己的生活又好到哪里去, 叶直秋和自己的上司关系很好, 或者, 说得更加直白一点, 是关系不正当的那种好, 叶直秋知道李亮有老婆, 还有一个即将参加高考的女儿, 但即便是这样, 也并不妨碍她心甘情愿 做她的地下情人, 知秋, 这件事, 你要想好, 趁现在还来得及, 断了也不是不行, 夏清清一字一顿, 小心翼翼地规劝, 放心吧, 我懂得分寸, 叶直秋端起面前的咖啡, 清敏, 最后在杯子上留下鲜红的唇印, 和夏清清道别好, 叶直秋驱车来到了江州郊外的别墅区, 海豚湾, 叶直秋看着周遭清冷, 幽静的小区环境, 又望向门口见状挺拔的保安, 然后慢慢把头埋在方向盘上, 李亮真是一个聪明的出轨者, 这里确实适合光明正大的偷情, 房里的装修室奢华的心中式风格, 自檀木的桌子在水晶灯下折射出魅惑的红, 站在宽广的阳台落地窗前, 叶直秋可以清晰看到辽阔的江景, 也可以从夜晚的玻璃上清晰看到妖娆多姿的自己, 这个不像叶直秋的叶直秋, 来了呀, 这里还喜欢吗? 叶直秋听到身后传来男人浑厚的声音, 面前的落地窗上映出理量硕大的啤酒度, 争鸣的笑容和戴着眼镜道貌黯然的脸, 也就那样吧, 上了年纪的男人都喜欢这种老气横秋的装修, 叶直秋迅速整理好情绪, 转过身来, 又把两只手交叉放在身后, 面对着李亮微笑, 像是在暗暗地撒娇, 哈哈, 这大概就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了, 两代人, 怎么, 你更喜欢我喊你爸爸, 你真是一个妖精, 我是妖精, 那你是什么? 我是专门收服妖精的如来, 叶直秋的身材娇小, 窝在李亮的怀里像刚出生的小鸡仔, 我很喜欢你今天这件吊带小黑裙, 因为不麻烦, 李亮望着怀里的叶直秋说道, 偌大的床上, 二人翻云覆雨, 李亮说得对, 叶直秋确实是天生的妖精, 要不然, 也不会刚进公司一个月就能把他迷得神魂颠倒, 要不然, 也不会让他一下班就迫不及待地来别墅优惠, 以至于忘记了今天是女儿的生日, 一个小时后, 两个人疲惫地躺在床上, 叶直秋的身上半披着一床绿色绸缎被, 白皙的皮肤在灯光下显得更加干净, 看着叶直秋, 李亮说, 以后你可以住在这里, 只是别对别人透露, 叶直秋用右手支撑着脑袋, 半开玩笑地说, 怎么, 怕被你老婆知道, 说什么怕不怕呢? 女人总是很麻烦, 少一桩麻烦自然是最好的,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小宝贝, 你很聪明, 叶直秋心里有数, 李亮和自己不过都是各取所需, 对于她的婚姻, 叶直秋可没有改朝换代的想法, 婚姻是不可靠的, 对于男人来说, 贤惠的黄脸婆永远比不上外面闷骚的小妖精, 这几天, 李亮在公司对叶直秋各种暗送秋波, 但又不敢表现得太张扬, 茶水间里摸一下屁股, 拿文件时摸一下手, 甚至是卫生间门口处迅速亲上一口, 李亮很喜欢每一次偷鸡摸狗时叶直秋的反应, 让他很有成就感, 也让他更加欲罢不能, 很快, 李亮就想出了一个更好的计策, 这次的地产项目很重要, 上级领导再三叮嘱, 你们可要注点益, 李亮在会上手舞足导的指挥, 唾沫星子建在叶直秋的电脑屏幕上, 甚至是娇嫩的脸上, 地产商那边有些事需要当面对接, 这样吧, 叶直秋, 这个项目一直是你在跟进, 这个周末跟我去临海出一趟差, 争取一次性把这个项目谈妥, 免得节外生枝, 李亮的话堂而皇之, 乍一听并无不妥, 在场只有叶直秋懂得这是醉翁之意不再久, 临走前一夜, 叶直秋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你那边搞定了吗? 电话那头传出女人严厉的质问, 还需要一点时间, 不过你放心, 很快了, 搞定什么呢? 李亮图的是叶直秋的身体, 那叶直秋图什么? 人吗? 情吗? 浅吗? 堂堂一个名校毕业生, 他却这些嘛, 雨夜, 外面的雨应该下得特别大, 但是叶直秋看不见, 他只能听到雨点打在酒店玻璃上的, 哒哒, 声, 和房间里男人沉, 沉重的呼吸声, 李亮在昏暗的灯光下, 摸到床头柜上的香烟, 艰难地靠在床边, 用很熟练的动作点火, 事后一支烟, 好像是你们男人的统一动作, 叶直秋说道, 你好像特别懂, 讨厌, 不知道你老婆懂不懂, 二十二岁的叶直秋在四十五岁的李亮面前很自然地撒娇, 她不是李亮第一个情人, 却是第一个很让李亮刮目相看的女人, 风情性感, 低调懂事, 随叫随到, 这些都是叶直秋的优势, 李亮接过话茬, 说道, 老婆嘛, 那就是摆在家里给别人看的傀儡, 每天面对的都是柴米油盐, 哪还有什么爱可言, 哪有你好, 你倒是坦白呀, 就不怕我录个音什么的, 我要是把咱俩的视频录音都发给你老婆, 你猜会怎么着, 叶直秋一边说, 一边细细观察李亮的反应, 你是说, 真的, 李亮紧张的神色在脸上停留一会, 下一秒, 俯身在叶直秋的额头上狠狠报复性地亲了一口, 说道, 你真是一个狐狸精, 要真是那样, 我就娶你回家做小老婆, 一三五在她房间, 二四六来找你, 你想得美, 叶直秋必开到床的另一边, 伴着得意的笑声, 脆声声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 既让李亮浑身发酥, 又觉得有那么一丝丝恐怖, 这一次, 两个人私混在一起的时间最久, 从临海回来, 李亮直接带着叶直秋来到郊外的别墅, 要不是叶直秋故意地提醒, 李亮已然忘记自己还是一个有老婆孩子的男人, 一个星期不回家, 不怕你老婆找上门吗? 这你就想多了。 她就算把整个江州翻过来, 也想不到这个风水宝地, 看来是作战经验丰富啊, 我不是第一个来这里的女人, 对吗? 叶直秋说这话时, 本是风轻云淡, 但在李亮听来, 却有点吃醋的味道, 怎么? 很介意, 李亮把小小的叶直秋搂在怀里, 叶直秋靠在她的肩上, 除了能真切地感受到一堆肥肉, 还能闻到浓烈的汗臭味, 你身上是男性荷尔蒙的味道, 像某个明星, 怎么? 小妖精还闻过男明星的味道呢? 哈哈, 我还没有这样的荣幸呢, 以后可说不定, 不得不说, 叶直秋的嘴上功夫也实在了得, 典型地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哄得李亮十分高兴, 那消失多年的男性尊严又回来了, 男性荷尔蒙, 四十五岁的男人被称赞 还有浓烈的荷尔蒙, 这让他此刻很激动, 李亮仰着头看着屋顶上的水晶灯, 又倾着身体端起面前的红酒杯一饮而尽, 从晃动的红酒杯中看叶之秋, 只觉得这女人也在狐媚地乱动, 如果说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区别在于金钱, 权力或者地位, 那么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同, 大概就在于身材, 脸蛋和功夫了, 半夜, 外面又下起了大雨, 每雨季节空气都是潮湿的, 更加惹的人懒得出门, 这也给李亮和叶之秋提供了很好的浪漫时间, 之秋啊, 你毕业也有两三年了吧, 李亮还是照例点着一支烟, 眯着眼, 在烟雾缭绕中, 低头看着躺在自己肥胖肚子上的年轻女人, 叶之秋软细的头发落在她的大腿上, 让她的心里忍不住的痒, 两年, 我记得你简历上是商务英语专业啊, 怎么想起来到房地产公司做策划了, 哪有那么多蹊跷的原因啊, 不过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咯, 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哦,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呢? 叶之秋把头从提酒肚上离开, 对于李亮突如其来的问题, 他有些讶异, 这是第一个公然问自己为什么做小三的男人, 你很帅啊, 叶之秋故意打去道, 李亮哈哈大笑, 这一笑, 让脸上的肉都堆在一起, 活生生把眼睛的位置挤没了, 继而说, 但凡我有德华一般颜值, 你说这话我都信, 小丫头, 嘴巴还挺甜, 说完, 又急不可耐地在叶之秋的嘴上亲了一口, 浓厚的烟草味从口腔渗入知秋的胃里, 夹杂着浑浊的口水, 救我, 知秋, 救我, 叶之秋突然接到夏清清的求救电话, 不用说, 肯定又是潜力养酒喝多了, 叶之秋从床上弹起, 慌忙拾起地上散落的衣服, 向李亮编造了一个母亲并未住院的理由, 叶之秋可以告诉夏清清关于李亮的事情, 但是李亮不能知道夏清清, 对于叶之秋而言, 这是对朋友的最好保护, 越是见不得光的身份, 越是危险, 开门, 潜力扬, 再不开门我可就报警了, 站在门外的叶之秋着急地敲门, 门里面锅碗瓢盆的破碎声和女人声嘶力竭的求救声混合, 潜力扬满嘴满嘴的脏话和叶之秋的威胁交织, 整个楼道都很混乱, 但是周围的邻居都很懂事地大门紧闭, 对于这家夫妻的事情, 他们已经司空见惯, 谁都不想管, 谁也不敢管, 潜力扬, 你有本事把门打开, 打自己老婆算什么本事, 叶之秋, 你闭嘴, 少特么多管闲事, 臭婊子, 他就是跟你在一块才学坏了, 警车比救护车来得要早十分钟, 要是再晚一点, 锋利的水果刀恐怕已经落在夏清清的脸上, 叶之秋再一次带着伤痕累累的夏清清去了医院,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了, 知秋, 别, 别告诉我爸妈, 虚弱的夏清清醒来的第一件事, 并不是过问自己的伤势, 那些轻一块子一块的伤, 仿佛已经长在身上,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冒出来, 他已经麻木, 叶之秋也不理他的话, 说道, 离婚, 这次必须离婚, 结婚三年了, 三年里, 你自己算算, 到底那一百平米的房子是你家, 还是这几平米的医院病房是你夏清清的家, 家暴这种事, 法院是判处离婚的,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 这种事, 有一就有二, 再这么下去, 早晚有一天, 你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清清, 我,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叶之秋一个劲地在劝离, 但病床上的夏清清, 只是呆呆地看着窗户外面, 不回答, 也没有多余的表情, 窗户外面的光看久了会刺痛人的眼睛, 可是这样单纯看天的日子, 对于夏清清来说是奢侈的, 难道这就是自己要的远嫁结果吗? 第二天早上, 叶之秋回到别墅, 屋子里已经没有人, 这本就不是自己的家, 李亮的来去, 自然也不会多和他报备, 喂, 到底怎么样? 我可没有耐心继续等, 又是那个神秘的电话, 隔着十万八千里, 都能感受到急迫的压抑感, 差不多了, 三天后在幸福里咖啡店, 我会把东西交给你, 说完这句话, 叶之秋物字挂断了电话, 不经意一贴, 餐桌上居然有荷包蛋, 是热腾腾的荷包蛋和牛奶, 李亮做的, 叶之秋的心, 咯噔, 一下, 出现揪心的疼, 他赶紧到了一大杯凉白开, 咕咚咕咚, 一口气全灌进嗓子眼, 下意识地喘粗气, 冷静, 冷静, 这不是爱, 这只不过是心血来潮的头位, 就像是逛动物园酒了, 游客会把手中吃剩下的面包蟹 丢给笼子里的猴, 这是可怜, 是施舍, 是激励你更好事后主人的一点甜, 叶之秋慢慢走入房间, 看着面前凌乱的床, 又转身盯着面对着床的一盆红掌, 这不是自己第一次做这种事, 可每次一到这种时候, 叶之秋还是本能地觉得羞耻, 是摄像头, 聪裕的红掌中间夹着一个微小的摄像头, 一个正对着床的摄像头, 一个记录了无数夜晚, 一对男女鬼混的证据, 这是一份价值十万块的证据, 只要把这里面的视频交给李亮的老婆, 叶之秋的账户里就会多出十万块, 数月钱, 李亮的老婆找到叶之秋, 要求她主动接近李亮, 甚至成为情人, 最重要的是, 拿到李亮出轨的实质性证据, 只有这样, 才有足够的把握让李亮净身出户, 齐希从陪着李亮白手起家, 到自己退居幕后成为黄脸婆, 再到发现一张又一张酒店住宿的账单, 最后发展成不断打入家里的挑衅电话, 忍原本为了女儿, 是应该无休无止地忍下去, 可是, 她觉得脏, 心里的疙瘩一日更甚一日, 直到自己感染HBV, 便在忍无可忍, 相比于单亲家庭的可悲, 一个风花雪月, 饥不择食的父亲才是噩梦, 东西带来了吗? 咖啡馆里, 齐希一脸淡定, 好像这仅仅只是一场交易, 都在里面了, 叶之秋把小小的, 黑色的U盘丢在齐太太面前, 只有这些, 你在她身边这么久了, 就没有发现一点别的, 别的, 别的可不包含在十万块钱里, 叶之秋抿了一口面前的苦咖啡, 一定得是这种不加奶不加糖的苦咖啡, 才能时时刻刻提醒她冷静清醒, 齐太太说道, 那得看你提供的东西有没有价值, 林海, 她在那里有一家皮包公司, 专门用来收钱洗钱, 有一份能证明的文件, 也扫描在U盘里面了, 叶之秋看着齐太太, 有些复杂的神情, 继续说道, 怎么处理就看你了, 反正我的任务完成了, 记得打钱, 说完, 叶之秋拎着包往门外走去, 透过咖啡店的玻璃窗, 叶之秋看到齐太太还端坐着发愣, 她不知道齐太太此刻在想什么, 是在思考如何和丈夫打官司, 争取利益最大化, 还是在研究, 干脆让李亮常常牢狱之灾呢, 婚姻到底带给女人什么, 从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女, 变成了一日三餐绞尽脑汁的妻子, 从婚礼上海誓山盟的女孩, 变成了后来疑神疑鬼的疯子, 李亮一直以为海豚湾的别墅, 是只属于自己和情人的秘密花园, 殊不知, 齐希对在那里留宿的每一个女人了如指掌, 对每一个吟笑浪荡的夜晚, 都记忆深刻, 知秋, 你能来医院一趟吗? 我有事找你, 好, 半个小时之后到, 是夏清清的电话, 难道是终于舍得离婚了? 早该离婚了, 叶之秋甚至比夏清清还要兴奋, 推开医院的门, 夏清清已经在护士的搀扶下坐在床上, 依旧是看着窗户外面的天, 可是那只是惨白的一片天, 没有云, 也没有晴朗的蓝色, 帮我办理出院手续吧, 我想回家, 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住在医院太贵了, 回家, 回, 回你和钱丽阳的家, 他是不是把你脑子打坏了? 叶之秋几乎是吼着嗓子说出这句话, 手中的骨齿包包重重地砸向病床, 还好只是砸在了床脚, 气氛, 是不明所以的气氛, 叶之秋实在想不通, 死守这样一段婚姻究竟有什么意义, 叶之秋, 你不懂, 你还没结婚, 你不懂, 这和结婚有什么关系, 你身上的伤自己感受不到吗? 我怀孕了, 他的, 回来的路上, 叶之秋心情很低落, 他确实不懂夏清清, 即使是十年的闺蜜情, 可是, 这个世界上, 叶之秋看不懂的事情, 又不止这一件, 有人愿意雇自己当老公情人, 有人愿意给家暴老公生孩子, 也有人逼迫自己女儿为娼, 为儿子能买到更大的房子, 是啊, 总归是身不由己吧, 可是自己, 既然已经踏上这条不归路, 就不能只是任人摆布的傀儡, 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才好, 钱力扬, 他必须离婚, 叶之秋看着窗外灰蒙蒙的, 潮湿的天, 有一颗邪恶的种子, 在心里大胆生长, 叶之秋想起自己上大学的那几年, 父母音信全无, 若偶然来个电话, 那一定是要钱, 叶之秋前些年一直郁闷, 同样是爹生娘养, 怎么自己的命就比弟弟要清贱许多, 不过, 这些年好多了, 叶之秋对这些少了很多执念, 身为无根之平, 虽然没人疼, 但至少也没人管不是吗, 想想也自有很多, 好在那样灰暗的日子里, 一直有夏清清帮助, 清清啊, 你想好嫁给钱力扬了, 不是我多嘴, 我觉得太仓促, 不如再多相处相处, 虽然, 夏清清此时已经订婚, 但叶之秋仍追着问, 之秋, 你放心吧, 他对我挺好的, 而且双方家长都很满意, 我会幸福了, 看我的大钻戒, 丽阳送的, 之秋你知道吗, 丽阳还主动在房产证上加了我的名字, 他真的很爱我, 彼时的夏清清, 一脸灿烂, 那是所有热恋中的女人, 都有的天真, 很多年后再想起来, 夏清清觉得自己当初真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要是听知秋的话再等等, 那结局可能不一样, 男人的本性藏得了三五日, 总归是藏不住三五年的, 父母的催婚, 有时候招来的是先婚后爱的浪漫, 更多时候带来的是后悔莫及的恨祸, 爱情和戒指的大小无关, 和房子的所有全无关, 爱的前提是尊重, 满身是伤不叫尊重, 摔东西, 骂脏话都不能叫尊重, 帮我调查一个人, 叶之秋拨通熟悉的电话, 这是他所有, 交易, 的合伙人, 反馈的电话, 在第二天清晨到来, 叶子, 查到了, 这男人活脱脱一酒鬼啊, 听说前段时间喝酒闹事关进了局子, 才被放出来没两天, 最近一直混迹在你好酒吧呢, 他一个人, 应该是吧, 据酒吧老板说, 没见着最近有什么人和他亲近, 过了片刻, 电话那头又半信半疑地问道, 这家伙脾气怪大的, 是你的新客户, 不是一个朋友, 替我看好他, 我随后就到, 叶之秋挂断电话, 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行动对不对, 但是一想到夏清清一年到头遍体鳞伤的样子, 他又马上觉得这件事非作不可, 泡好澡, 整个身体都散发出好闻的, 淡淡的蜜桃香, 选一件酒红色绸缎吊带裙, 挑一双黑色绑带高跟鞋, 梳理好茶棕色波浪及腰发, 再整理一下精致的妆容, 搭配最正宗的烈红色唇釉, 这是工作中的叶之秋, 把自己伪装好, 像一只单纯的猎物, 酒吧里, 灯红酒绿, 倒也没有看到的一群女人, 簇拥着大佬的场面, 也可能是这样的事情, 不便在公众场合进行, 更多的是, 一群男人端着酒杯, 意犹未尽地看着舞池中的女人表演舞蹈, 叶之秋不知道, 他们看的究竟是婀娜的舞姿, 还是包裹极少的身体, 叶之秋一眼就看到了钱丽阳, 端着酒杯, 身体随着动感的音乐扭摆, 这样子倒不像是喝醉酒, 仿佛是嗑了药, 一个人, 叶之秋淡定地坐在他身边, 歪着头问道, 钱丽阳酒喝到兴起, 扭过头看到叶之秋, 嘴角邪魅一笑, 他对叶之秋出现在这里, 一点都不觉得讶异, 甚至觉得这才是真正属于叶之秋的地方, 毕竟, 在钱丽阳眼里, 叶之秋和古代青楼中的女人, 没什么两样, 她来这里, 一定又是不安分了, 怎么, 你适合一群人, 一群男人, 钱丽阳阳着头, 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 唱快了, 继续说道, 叶之秋, 你真脏, 夏清清那贱人和你一样脏, 她说, 叶之秋是来陪一群男人, 叶之秋不生气, 她说叶之秋脏, 叶之秋也不生气, 可是, 当钱丽阳当着他的面, 数落自己老婆时, 叶之秋很愤怒, 但是, 要冷静, 一定要冷静, 叶之秋把钱丽阳手中 针满酒的玻璃杯抢了过来, 仰面一口闷, 继而将手搭在钱丽阳的肩膀上, 将嘴巴附在她耳边, 柔柔地说, 我脏不脏, 你见过吗? 五颜六色的光在叶之秋的脸上闪烁, 白皙的锁骨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性感, 钱丽阳低下头笑, 又看着叶之秋摇摇头, 然后用食指指着面前的他, 说道, 果然是个妖精, 他不是第一个说叶之秋是妖精的男人, 但是每当男人说叶之秋是妖精时, 叶之秋都会得意, 这不是骂人的话, 这说明眼前这个男人上钩了, 豪亭酒店8204, 用钱丽阳的手机发完这条短信, 叶之秋觉得很轻松, 男人裹着浴巾站在叶之秋面前, 头发上的水还来不及擦干, 酒亦朦胧, 眯着眼看躺在床上的叶之秋, 说道, 如果夏清清知道你勾引我, 你猜, 你的好姐妹会怎么样? 无所谓啊, 情到深处难自已, 叶之秋耸耸肩,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听夏清清说, 你做这一行事身不由己, 我倒觉得不是, 女人嘛, 总会有心痒痒的时候, 你怎么想都行, 钱丽阳以前不觉得叶之秋多好看, 但是这一刻, 她确实觉得比家里那个整天苦着脸的女人强太多, 叶之秋的手紧紧攥着床单, 脸上还要做出享受的样子, 你, 你们, 门被狠狠地推开, 钱丽阳慌忙用白色的床单裹住身体, 她明明记得自己锁门了, 叶之秋倒是坦然很多, 将额前混乱的长发扶好, 靠在床头上, 淡淡地说了一句, 你来了, 叶之秋, 你要不要脸, 我跟你那么多年的姐妹, 你找男人居然找到我头上来了, 吼什么吼, 前两天才打的, 这就忘记疼了, 安静点, 钱丽阳说道, 一对狗男女, 你们不得好死, 会不得好死的, 夏清清重复着同一句话, 恨不得现在就能找到办法, 将他们置之死地, 夏清清走向半躺在床上的叶之秋, 响亮的耳光似乎在意料之中, 你怎么跟我说的, 这种渣男你也看得上, 真是积不择食, 不要脸, 尤其是最后那句, 不要脸, 咬牙切齿, 好像是藏在心里很久, 今天终于一吐为快, 叶之秋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 心里也有无数根针在往下刺, 对, 我不要脸,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是, 我不是第一天认识你, 我甚至都快不认识你了, 夏清清用手摸着自己的肚子, 又低头小声说, 为什么要破坏呢, 你明明知道我怀孕了, 叶之秋, 你活该一个人, 夏清清来不及说更多, 只觉得头发被人狠狠拽起, 下一秒就撞向了旁边的墙, 怀孕了, 谁的, 钱丽阳顾不上依不蔽体的羞耻, 眼下他要勘探更重要的真相, 夏清清不回答, 他正正地看着这个同床共枕五年的男人, 难以置信地在脑海再三琢磨这个问题, 你那个初恋的, 我就知道, 一定是那次同学会, 钱丽阳在乎真相吗? 钱丽阳心里早就有既定的真相, 直到这一刻, 夏清清才终于心灰意冷, 不是每个男人都有浪子回头的一天, 夫妻之前的信任一旦破裂, 任凭以后做多少努力都是枉然, 钱丽阳也自知理亏, 为了不净身出户, 斟酌再三, 同意离婚, 离婚不是结束, 从心底里放下才是夏清清的孩子出生在春天, 躺在病床上的夏清清从窗户望向天空, 外面是一大片好看的, 干净的蓝色, 叶之秋捧着一大树向日葵来看夏清清, 他始终记得夏清清喜欢的是明灿灿的葵花, 你的眼睛怎么了, 叶之秋的妆面虽然很重, 但是仍旧难以遮住脸颊上的伤, 隔着宽大的眼镜, 夏清清还是一下子就看到了 他眼眶上一大片紫红色, 被一个女人打的, 很正常, 叶之秋低下头去, 物资翻来覆去把玩着手机, 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夏清清忽然记起那日 打在叶之秋脸上的巴掌, 大概明白了他这脸上的心伤是怎么一回事, 别做这行了, 我听说, 你弟弟结婚了, 房也买好了, 你知道吗? 嗯, 我也是听说, 自己亲弟弟的婚礼, 却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婚讯, 父母大概也是觉得有这样一个身份的姐姐参加婚礼, 会给一家人丢脸吧, 可是, 那样的一百二十平房子, 那样二十万的彩礼, 和那样豪华的婚礼, 哪一样, 没有叶之秋的奉献, 郑启俊回来江州了, 他, 昨天来看我, 我们还说起你, 夏清清忽然不再继续说下去, 叶之秋的脸色很不好, 苦笑了片刻, 说道, 还提这些陈年往事做什么呢? 我和他不可能了, 当初他妈妈不愿意接受我的家庭, 如今, 我是这样的, 他又怎么会接受呢? 叶之秋下意识觉得自己话说多了, 又补充道, 就算是他, 也不会接受, 回不去了, 之秋, 我觉得很对不起你, 我后来想想, 我知道你那么做, 一定是为我好, 我也想通了, 婚姻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好也好, 坏也好, 冷暖自知, 不舒服了, 就应该及时抽身, 夏清清边说边伸过手, 慢慢握住叶之秋, 之秋,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要, 一直做那个吗? 之秋, 你愿意做我孩子的干妈吗? 之秋, 不如换个城市吧, 一切都可以重来的, 之秋, 叶之秋, 我是为你好, 叶之秋很茫然地看着夏清清, 不知不觉, 眼睛就红了, 边哭边摇头, 也不说话, 昔日的姐妹明明已经谅解她的所作所为, 但叶之秋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夏清清是那样客气, 又是那样义正言辞的规劝, 酒店, 酒店就是叶之秋的家, 回到酒店的叶之秋, 面对着镜子, 看着脸上的伤, 这样好看的脸, 青一块紫一块的伤, 却堂而皇之, 毫不避讳, 仿佛在说, 你看哪, 叶之秋, 这就是你的报应, 过了一阵子, 孩子满月, 夏清清打给叶之秋, 却没人接听, 去到他租住的酒店, 也被告知退房了, 夏清清觉得他一定是听自己的话, 换了一个城市重新生活, 过个一年半载, 说不定他就会主动联系自己, 这车水马龙的城市里, 有多少人锦衣玉食, 就有多少人命不由人, 一步错, 步步错, 多少年后想起来, 叶之秋可能会后悔, 也可能觉得, 一切不过是命运使然, 无关风月。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